各位好朋友 在這邊呢 我想要跟各位聊一下 可芸在我心中是什麼地位 我覺得她是一個傳奇的人物 她這一生有著 非常 帶人啟發的兩項特質 這兩項特質其中一項就是 提西厚進不遺餘力 我跟可芸姐的相似 是在企業家的創會典禮 2014年在老爺酒店 第一次和她相似 那麼在第二年的時候 我硬著頭皮 接下教育副會長的職務 那個時候 我對演講會一無所知 所以 對於可芸姐 就一直的提問 企業家的發起人之一 那她曾經跟我說 我是演講會當中 對她提問最多的一位 那從此 我也因為了解了演講會 而投入更多 在我擔任區總監的時候 她告訴我 全省的分會 她每一個分會 都要去拜訪一次 那麼這一次她要去華聯 問我要不要去 當時西四區 總監 轄下的 分會就是有華聯分會 她說我幫你訂好了票 我們一起去吧 就這樣 她帶領著我 踏出我到花聯 拜訪的第一步 感謝她陪伴我 輔導我 以及啟發我在演講會 一路的成長 那Karen來曾經辦過六次的HPL的訓練 我是參加她第五次的HPL訓練的時候 當時我一直有個夢想 身為十多年的師友 我一直希望 演講會的訓練可以 帶給師友 更多的力量 讓他們 可以用有效的訓練去做社會服務 那麼也就在 2018年我創了台北獅子演講會 當然 可云也是我們的發起人之一 另外第二個特質是有志者施敬成 在圓山飯店的年會 企業家負責記者招待會 媒體的宣傳 那麼還有台北車站的快閃 以及首次擔任 semi-final的比賽主持人 Karen來的畫展 等等這些生活上面的交集 已經成為我生活當中 最美好的回憶 Karen來她熱心奉獻 熱心助人犧牲奉獻 那因為疫情許久 我沒有去探望Karen來 在10月12號 Trini丁前總會長告訴我 Karen來已經上個月往生也辦完 最私會 那時候我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 在10月15號 麥克洋前總會長提議幫Karen來辦 最私會我覺得非常好 馬上召集會友 來 在經過10月18 202328這四次的籌備會 我們共同協辦 一起呈現今天的 張可瑜女士音樂最私會 因緣而聚 因情而暖 Karen來的精神 她的啟發 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 感謝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